大家好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五花果的家庭本栽 特别是这个夏季 有些花友直接发现西风 我说这个夏季怎么样给它撕肥 特别是刚买回来 给它大概吸印一段时间之后 撕什么肥好呢 今天就针对这一点就跟大家说一下 除了复合肥 还有料素 其他的含有那些有脂肥 是可以给它吸用的 五花果撕肥的时间段 特别是料到七月份这段 时间就要给它吸一点有脂肥是比较好的 如果是家庭本栽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使用一个有脂肥 就是微生物有脂肥是比较好的 它是一种通用型的有脂肥 而且这个肥肖也是比较长久的 可以达到一个多月 同时给它吸用的时候 这个盘土最要是微微吸润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太过潮湿 也不要太过干就可以了 这样它慢慢融化 让它吸收自然 它就会长新芽的了 特别是刚买回来栽种的新苗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到网上买一点 这个蚯蚓粪肥 给它吸用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蚯蚓粪肥 它是20天给它用一次的 这个就相对跟颗粒状的相比 是相差时间有大概有10天的 如果时间空闲的话 就是使用蚯蚓粪肥是比较好的 而且透气 保水 保肥是比较高的 还有肥力也是相对的高的 它不会出现烧苗的情况 我这一盘 我就是使用了蚯蚓粪肥 它不会出现烧根的现象 而且这里长出了新芽了 等到秋季的时候 给它用一点蚯蚓粪 颜素比较高的负荷肥也是可以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胡花果 下季如何给它施肥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 咱们给香菇的交流 养出更好的胡花果 好了 时间有限 下期再见